露营的时候你是不是还在用石头敲地钉 银钉锤赶紧了解一下 锤子的作用其实很简单 就是能够帮助我们在露营的时候 轻松的将地钉叮入地理 我手上拿的这两把呢 就是目前市面上最常见的两种银钉锤 一把是铝合金的 一把是铁价黄铜的 它们没有绝对的好与坏 分别都有自己的一些优点以及短板 适合在不同的产品下使用 铝合金这把自重较轻 只有300多克 适合那些轻量化的徒步露营玩家携带使用 锤头加上铝合金的手笔 整体外观还是十分利落的 我个人觉得还是蛮好看的 但是它的短板在于自身的锤感比较有限 每次敲击钉子时候的正手反馈感还是比较强烈的 相比起铜锤在同等条件下 可能需要花更多的力气才能完成一次下钉 哦对了 尾部的这个小罐绳是可以用来拔钉子的 但仅限于一些比较松软的地面 对于一些扎得太深太紧的钉子 我清澈还是比较费力的 生怕绳子会断掉 另外这个开口处还能作为一个开平器 以及这一端用来刨一个小土坑也是没问题的 铜锤外观采用的是复古的设计 你一眼就可以看出它就是一把锤子 自重有695克 相比起铝合金足足重了一倍 适合那些自驾游重装玩家携带使用 本体是由木饼铸铁加上环桶组成 其中环桶是整把锤子的点睛之笔 它能有效的减少每次敲击地钉时的冲击和噪音 并且铸铁头部的四孔加仰角的设计 能够每次帮你轻松地拔出地铃 这一点要比铝合金的铁锤强上不少 以及像我手上的这把铜锤 它还附带一根安全绳 在每次敲击的时候 它可以防止脱手 使用起来更加的安全 OK 这就是两把银银锤的大致情况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使用场景来合理选择 关注我 了解更多户外路由